无论你嫁给谁 你都会后悔 你都会有后悔的时候啦 人生当中 你只能期望一个人 那就是你自己 靠自己 最实在 女孩们 你要懂得 也要学会怎么拯救你自己 当自己的女王 不要去当别人的公主 敢爱敢恨 拿起放得下 这就是你应该要当的女人 女人一定要进入婚姻吗 这个真的要看自己 他人说的不准 女孩们 你要懂得 也要学会怎么拯救你自己 当自己的女王 不要去当别人的公主 别人把你当公主 帮你带回皇宫以后 他还有一个太后在里面 所以 要不要结婚看自己 结婚我还是相信 它是一个美好的结合 如果这个人对了 当然很多人会challenge我说 什么叫人对 你二十岁怎么知道人对 你说对了 就是不知道嘛 所以有的时候会看错 人生一天到晚都是一大堆决定 人生全是有选择的 你就算有走错 我说你走弯了 我说你要再回过头来 它是OK 它是你的生命 为什么二十三岁女人渴望结婚 不如婚姻又想走出来 无论你嫁给谁 你都会后悔 你都会有后悔的时候啦 所以最好你要选择一个是 跟你有很深的友谊的人 因为爱情会被磨 你只要对他人 不要有太过高的期望 在这个人生当中 你只能期望一个人 那就是你自己 靠自己 最实在 人生反而就是有很多 pain and suffering 你就放过你自己了吧 未来的日子还很长 绝对有很多好事 美好的体验 美好的人等着你 当你在一段感情的时候 就表示 你的人生的这一个章节 结束了 写不下去了 那你就是要翻篇 创造一个新的章节 就是要创造一个新的自己 The world is so big 人生只能往前看 已经走过的路 你还一直回头看看吗 这不是浪费时间吗 感爱感恨 拿起棒的下 这就是你应该要当的女人 在签字离婚的前期 对女人来说 你一定是内耗跟想了很久 那对你来讲 或许离婚是一个 能够还保留一点点 还存在的 互相尊重的一个方式 有的时候就是要 知道你的停损点在哪里 你只有一次的机会 可以过你的人生 你想要过什么人生 你要为自己负责 知道怎么让自己快乐 怎么让自己自在 如果说在一段关系里面 你已经内耗到 你不认识自己了 你不喜欢现在的自己了 或是你已经失去自己了 那也不是健康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找回一个 跟自己最健康的关系 这个是最重要 喜欢看 champions 的牙齦 没有 click 身上 踩 他们 也不是 并